WeChat Pay和AlipayHK的汇款功能 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 其实WeRemit都有一个提醒大家好汇率通知的功能 就好像闹钟一样 可以提醒你最近最好的汇率 你还可以自己设置理想汇率 它就会帮你全顶后实时监住 玩家生活知多点 2024超容易 大家好我是Olivia 前段时间就跟大家介绍过 用香港AlipayHK转账到内地支付宝的一个流程 很多朋友都说很实用 还没看过的朋友记得看我这条影片 今期我又来教大家中港转账 今期就是用另一个很受港人欢迎的 WeChat Pay香港钱包 在这里我隆重跟大家介绍 WeChat里面的一个功能就是WeRemit WeRemit是WeChat PayHK退出的跨境汇款服务 是方便大家把港币直接转到内地银行户口里面 因为真的有不少的中港家庭 所以这项服务的推出真的都 benefit 了不少的朋友 目前内地有超过100家银行都支持这个收款方式 WeRemit一开始 只是开通了香港到菲律宾和香港到印尼的汇款 由2023年3月份开始 WeRemit就终于开通了由香港转到内地的汇款了 你或者你的家人 只要有回乡证注册的内地银行卡账号 就可以体验到人民币极速到账的服务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看看如何操作 马上转花笔给自己或家人体验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进入我们频道的朋友 都可以follow我们的 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么小样的知识 分享给身边的人 首先我们找到WeRemit的界面在哪里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进入微信之后 右下角点我 选择服务、选择跨境汇款 就进入这个汇款的界面 第二种方式就是直接在搜索栏搜索 WeRemit 找到它的官方账号 之后在左下角按Remit 就可以进入这个跨境转账的页面 进入之后就可以输入你要汇款的港币 汇款限额我都帮大家查过了 最低是100元港币 当日最高限额是5000元 每个月最高限额是7999元港币 根据回下方的汇率 它就已经即时换算收到人民币金额了 每次汇款是需要收取30元港币作为手续费 新人第一次就会免取 有时候它都会有一些免手续费的券发放 看回最后实际的付款金额 就是今次转账加上手续费 用完减免券之后最后要给的钱 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勾选用户协议之后进入下一步 下一个界面上方就需要你简单选择你的居住地区 例如湾仔区、沙田区等等 还有就是需要选择是否持有中国内地居民的身份证 这两样都只需要第一次汇款时候填写 下面就是填写收款人的信息 是本人还是亲属 并且填写收款人的中文姓名 下一个界面就会和你确认这个付款信息 没问题之后就按确认付款 根据页面的指示 输入回交易密码就完成这个付款了 下一步你就需要将页面转发给亲属或者自己 亲属就可以点击你转发的信息进入收款页面 完成收款了 收款也不难的 自己或者亲属收到后就点击确认收款 根据提示操作 如果是第一次收款 需要选择一张用回乡证办理的内地银行卡 等待银行处理之后 对应的内地银行卡就会收到这笔钱了 就是这么方便 可能大家有时候不是经常都会看着汇率的波动 有时候又怕失去好汇率 其实Vremit也有一个提醒大家好汇率通知的功能 就像闹钟一样 可以提醒你最近最好的汇率 你还可以自己设置理想汇率 它就会帮你全顶后实时监住 你就可以在Vremit转账界面的下方点击汇率走势 上面就有一个汇率走势图 一年之内的汇率走势都看得清清楚楚 之后下面打开实时汇率 优于过去7日汇率 之后开启下面的通知 就是通知你实时汇率优于过去7日汇率 就设置成功了 你也可以填写一个自己理想的汇率 并且打开这个通知 Vremit就在达到最优的汇率 或者是你的理想汇率的时候 就通知你 就是这么方便 WeChat Pay和AlipayHK的汇款功能 已经和大家说清楚了 不要再说回来玩 换钱不方便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说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还没follow我们的朋友 记得follow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玩具生活之多 看楼找容易 在这段时间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来内地看楼 有参加各种看楼团 也有自己回来内地楼盘去看楼 在这里Mango推出了一个 定制化的看楼路线服务 希望可以帮到你 定制化是根据你想要看的楼盘 我们跟你提前商量好 规划好去哪里看 而且过程中还可以安排你中心的美食 一家人或者带来几个朋友过来 可以很针对性地去看一些楼盘 看周边附近的情况 而且我们的置业顾问 会为你介绍清楚周边的发展规划 现成的一个情况 还有介绍这边有哪些人群会买 适不适合你 因为买楼来说 不同的价钱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那究竟哪一个才适合你呢 是不是纯投资 或者纯自住 或者是买公寓 还是买住宅 还是先租 还是后买 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给你不同的建议 还有全程毫无压力 大家好像朋友那样 轻轻松松 在一日或者两日的时间里面 将你想要考察的楼盘 我们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这里 诚意呼吁大家 参加我们的看楼团